5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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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会让人记住许文艺的 布置它炒锅的豪气 还有对下锅实诚用心 我现在小滚 这是在闷里面的东西 为什么说我没办法很快 就是我要慢慢烧 把我的酱料直接烧进去 你吃起来连里面都有味道 一度以为 呛香三杯就是要大火快炒 但三杯要炒的又香又入味 确实急不得 你一直大火下去烧的话很快 但是到最后表面会有味道 它里面味道是发不进去 所以这五十几种的东西 什么东西要先下 什么东西要后下 我已经测试了 以前在试了很久 才知道什么东西 食材下锅滚煮不能讲坏 许文艺的人生有很多事情也是这样 慢慢做从做中学 学错也学经验 以前刚开始做这样是没办法炒 东西换不上来 都是拿这样 那左手来讲 一般人左手力道比较不够 他可能做会比我更辛苦一点 我变成我们以前年轻做水泥工 我们水泥工抹墙壁要端那个土 那个土比这个更重 少见的姜滷味跟炒三杯混搭 每次出摊食材备料50种跑不掉 出摊前几个小时 厨房已经弥漫温醇肉香 这个是嘴边肉 这是剑子肉 那我们靠近锅子的地方 它就会慢泡泡 这样再油温就够了 我们要炸香肠油温不能太高 正常来讲 我们这个才要炸三四温少 你看开始变色有没有 它开始变颜色 那我们这样炸就变成说 你只是把里面的油保留在里面 有熟 它就是刚好熟你 你的油不会被逼走 老少嫌疑的香肠 也是要提前处理的肉类之一 原来炸好的香肠没起锅 也不是忘记了 你把它焖着 这么高就关火了 关火了 对 因为它油温会慢慢地降下来 所以它里面熟了 你不用管它 它有一个泡子 你香肠本身它就是油了 所以没有差 你看香肠这样 我起来就很漂亮 对不对 这是骨刀 算是我们要剁这个刀 这一支来讲 这支剁刀来讲 我们要剁鸭头 鸭刺这些 所以一定要比较厚一点 这个也是炉子 这个以前算是做冰镇的时候 一次炉的时候比较 都是肉类 所以做的比较大 桶子比较大 炉的比较多 五把刀七个大锅炉 各有用处 因为夫妻俩对于处理食材 可不是一般的严格 一次炉都差不多十斤 肉类真的很快 有时候讲真的七八点就没了 这个算横切不能算顺利 你如果算顺切的话 顺着它纹路切你到时候会咬不断 你看这个切起来差不多这个厚度 除了切肉有下刀的温度 方向 滷好的猪皮 还要把油给刮干净 你角度要对 力道是一定要 因为这种东西你力道不够不行 角度不对也不行 小时的话没多久 因为我本身以前做工地有没有 我们在抹那个墙壁 这个角度就差不多 你抹墙壁的角度只是这样 那现在换成是这样推 不一样而已 不只是推跟 推的方向不同 但是力道跟角度差不多多少 三聚不离老本行 其实许文艺原本是工地工程的承包商 一身贴瓷砖的好功夫 自家厨房也是亲自打造 这个 这个是地震摇裂痕的 我的瓷砖还不会掉 你正常的瓷砖摇下去 令人一定掉 这边就不一样了 这边的身影完成不一样 这边是墙壁 这个是木板 那是十三年前的事了 那段被建商恶意倒债的苦日子 也是咬牙苦过来 那时候我们身上剩下五十块 只剩下五十块 然后我们那天要去工地工作 你五十块只能够吃一个便当 再来做瓷砖的时候 因为贴瓷砖要剪那个条纸 我有时候我曾经用那个剪刀 把我这只手指头剪掉 因为在剪有时候很赶 不小心就会把那个剪掉 就整整包二十一天 也没有看医生啊 因为那时候想去实在画 也没有那个东西我们说可以去看医生啊 之前被导还软了以后 我光是信用卡就欠了一百多万 我房贷就一百八十万 就真的是快挂掉了 快撑不了 我那个时候也没有真的直接放弃啦 就是我卖卤味卖两天 礼拜六礼拜天 它变成五天去供地贴瓷砖 其实这中间有一段时间真的 那时候不好卤味也想放 真的是想放弃啦 因为做卤味就赚不到钱啊 医生 医生 从头开始 总是隔行如隔山 从麦冰镇卤味到学做三杯 对于林厨艺 只能自学的许文艺来说 客人的嘴成了他最好的导师 连听都没听过的三杯 对我来讲真的是完全陌生啊 那可以说连三杯用什么材料 我都不知道 刚开始炒三杯的时候也不好 因为客人不会 他虽然新鲜他没有信心 这味道是差不多在八年 七八年吧七八年前才订掉这个味道 而同样的隐藏白手艺 其实有着对妈妈的思念 今年没有 今年没煮 因为我冰箱太小 冰不下 老人家还在的时候 享受到冬天嘛 去外面买老人家又吃不习惯 那就只能自己想办法煮 那也是试了很多次啦 试一试就老妈说好吃 可以啊好吃那就这样子 也就是这样的时候 让许文艺边做滷味边还债的生活 多了几分趣味 他真的没办法跟客人去解释 但是招呼客人说 小姐来买喔还是算 来啊我们乳喂喔 大哥他不会 他在工地虽然很好放啊 哇讲话很大声什么 可是 其实他是个很蛮害羞的 后来就是做三杯乳酥 他炒客人喜欢料点一点 然后去旁边看他炒 啊这样炒的话客人就会 也很贴心说 哇老闆你这样 手一直甩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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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 很酸喔 自然而然的话 大哥就会跟 哎 客人等下客人开钢啊什么 啊就是就是这样子来的 他是用篮子排队的 对啊我这招是给你 一天的忙碌从这个时候开始 第一次摆摊日 夫妻俩敢在天黑前进驻 合力分工下起摊位 这个就像我们以前在叠砖头 那种概念 差不多啦 啊大小只不一定有四只有三只 这样才会平 你如果排单面的话 它会变成斜很多 一定要一个正一个粉 对食材摆放 许文艺很有坚持 因为路边摊只是在路边做生意 做吃的就是不能随便 这个炒一锅来讲 差不多在五六分钟左右 里面味道没有 那你回去到时候就会骂我 我不可以让客人吃的不行 所以我做的比较 我算是比较龟毛 比较坚持一点啦 我所有的东西 包括卖的东西 包括我在炒的 一定要我到位 没到位没办法 或许说说小小周 似乎会让人渐渐忘记 人生的苦 留下的是很多体悟 等我一下 我开东西 你去吃鸡好不好 现在很多时候 一晚上百次的翻炒 是熬不过客人铲嘴的心了 就像敲热锅器一样 人生下半场 他还要继续炒下去